一次酒后骚扰女子引发大乱斗 加一名胡姓男子25号凌晨 带五名好友到高雄的刺青店内 跟当地的朋友喝酒聚会 其中一个人酒后调戏女子 还动手打伤员 警方获报之后 就怕双方衍生后续的寻仇案件 先将伤者送医 随后在三个小时之内 将涉案的嫌犯全都逮捕 以妨害秩序最先送败 刺青店前 几名男子协助救护人员 将伤者抬上担架送医治疗 原来稍早前现场爆发冲突 男子遭到痛殴 或许不舍好友被打 几名黑衣人情绪激动 就算警方在一旁 他们依旧气眼嚣张 不要粗口 骂脏话 离谱行径样样来 逼得警方使用强制力 吓阻制止 事发在25号凌晨3点多 高雄新兴区南台路的刺青店 两派人马爆发争执 导致一名方姓男子倒落在棋楼 头部撕裂伤 据了解原来从嘉义来的湖姓男子 当时带着五名朋友来饮酒聚会 没想到几杯荒唐下肚 其中一名朋友竟骚扰高雄这一方的孙姓女子 双方这才爆发口角肢体冲突 高雄这边的朋友来邀请 中南部的朋友因为对现场的女性 有言语调侃的情形 以致双方衍生的肢体冲突 低着头嫌犯招待模样狼狈 受清查这伙人前科累累 只是酒后脱绪 嫌犯言语调戏女子还打伤人 就怕双方衍生后续寻仇 警方强制执法 避免重大刑案在港都上演 接着谢凯柯成浩张崇敏刚报导